但是绝对值得期待 大家一定非常希望 他在这个大舞台上面 继续发挥他摇滚的精神 把我们所说的 中华体育馆的中华体育馆 大家应该说 中华体育馆没有听过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啊 你是哪个面子 我感觉我怎样 其实就在小巨蛋附近啊 中华体育馆 小巨蛋是对面 你知道这个我出道是88年 然后中华体育馆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 我第一张专业卖的 第二张专题也大卖 那应该接下来可以 在中华体育馆可以演唱 所以你没有在 就没想到中华体育馆就烧掉了 后来他是我烧掉 所以你来不及 你连中华体育馆都没唱过 我有唱过 就像小巨蛋我也唱过 都是拼盘 都是拼盘 但就一个人的 就真的是 没有唱过了 了解了解 那中华体育馆烧掉了 你看我们那时候 坦白讲 我觉得我们被耽误了很多年 真的 不然我们那个时候早就赚翻了 不用讲那么直接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 如果中华体育馆还在 台湾的整个这种演唱会的工业 这个产业 我觉得会不一样 有道理耶 当然了也不太迟 就是小巨蛋后来终于干好 而且干得比中华体育馆好 那对我来讲 那当然是第一次 在这个体育馆做演唱会 就是说对一个成功的歌手的界定 就是在这样子的体育馆 能够做开一个人演唱会 就表示你是已经是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的形式地 那所以我觉得我是新人的心情 是 终于能够站在这样子的舞台上 恭喜全国 谢谢 好 中间 好 好 谢谢